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假设 你不是女演员 挣不到这么多钱 你还会找现在的男朋友吗 谢谢 谢谢 这样我就有把握了 我立刻改一改 改完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没问题 那我们交换个微信 可以 我问津津推送一下 好好好 呃 还有个问题 当时我写的时候就存疑 我们还有个情节是关于虫洞的 也想给您探讨一下 嗯 这可是个大编剧 你什么时候看他这么谦虚了 你男朋友可真行 还长得这么帅 果然这么帅 那是真的帅 还有学问 怪不得能碾压周小琪 那个富二代男朋友 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选他了 换我也要啊 同学说 就是 表达一下心事 那我女的男朋友嘛 怎么可能要玩啊 这也知道 你怎么想起 好 其实你这次恋爱 圈里也是有人酸的啊 说你千跳万选 就找了个工薪 我之前也有点不理解 为什么你就是 不选苏老板 其实苏也这人吧 很拿得出手 就是有点小毛病 但你说长得又有帅又有钱的男人 哪个不是尾巴翘上天 不过现在想想啊 他除了满足薪用心 也没什么好处 钱咱们自己有 就选个自己喜欢的吧 对方正多正少 也没关系 我压根就没选 吃倒了 不过静静啊 假设 你不是女演员 挣不到这么多钱 你还会找现在的男朋友吗 我这么好看又这么勤奋 怎么会挣不到钱啊 我就算当个主播 我也会裁员滚滚的好吗 哎呀 那你要就是运气不好 就是挣不到呢 就是挣不到呢 你是不是傻 那要是真的话 我不得更加紧紧地抓住他 我点苦 谢谢 谢谢 你高兴什么 因为被大编剧给请教了 不是 我高兴我女朋友特别聪明 逻辑满分 你才知道 你从哪个具体实力里知道的 比如说 你把人家剩下没煮的螃蟹 全都带回家了